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济文化联系最密切的国家日本 目前外交部的表态非常强硬 在经贸领域也引起了及时的反应 那就是中国前面停止了日本水产品的进口 我们先看一下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 8月24号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这个问题专门回答了记者提问 他说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日方停止这一错误行为 因为什么问题呢 我认为外交部下面的发言还是不能说全无道理 有一定的道理 比如说日本政府没有证明排海决定的正当合法性 没有证明核污染水净化装置的长期可靠性 没有证明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 也没有证明排海对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安全无害 没有证明监测方案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也没有同利益由官方充分的协商 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 强行启动向海洋排放 福岛和污染水属于无视国际公共利益的阶段自私 和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 那日本按照外交部的说法 是将风险转嫁给全世界 将伤痛延续给人类的自身后代 成为生态环境破坏者和全球海洋的污染者 侵犯各国人民健康权发展权环境权 还违背了自身道义责任和国际法的义务 那这个事情必将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那由此中国政府因为我们干啥 我们一贯坚持人民至上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维护食品安全和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 这是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 首先我认为海外的反贼 反华媒体也不要一边倒 你说外交部发言人讲这些东西 在科学上能不能站得住脚呢 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站得住脚 因为科学是什么 科学是依靠可重复的实验 可验证的事情就叫科学 不可验证的就不是科学 你看日本这次把这么大量的核废水排到海里面 这事可验证吗 不可验证 所以你说我们也不能说它科学 也不能说它不是科学 我们只能说这个事和科学沾边 但完全又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那更何况 日本福岛核污染 它已经发生了 这个是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对海洋环境之类的都有严重的分别影响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今天中国表示怀疑 也让人感觉到不是空穴来风 它有一定道理 但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 世界上所有的问题 包括人们的生活生产当中碰到的问题 它不都是科学问题 科学只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 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个人信心的一个飞跃 你才能做所有的事情 你比如说像外交部发言人 在谴责日本的时候提到的这些所有的根据 比如说水污染的数据没有真实准确性 这个监测方案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这些怀疑都适用于什么呢 都适用于中医中药 你比如说在疫情期间 大量由国家发放的莲花清瘟胶囊 哪有什么真实准确性说它有效 哪有什么方案证明它长期可靠 哪有什么方案证明它没有多副作用 都没有 不光是莲花清瘟没有 中国人爱吃的什么六位帝皇丸 什么龙肝蟹党丸都没有 这不也一样吃了几千年吗 而且我们不但吃它还把它当成一个救命的药 发给在疫情中挣扎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 所以很多事情它不是一个完全的科学问题 科学问题 科学视角只能解决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问题 最重要的还是要常识 你比如说在整个的外交部发言人对日本的怼日本政府这个话里面 他没有提到一个几个关键的事实 第一核软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 它是有的 谁给的 RAEA国际原子能机构 这个事情 国际原子能机构深度参与 他们派的调查员 派的专家组里面 不但有国际一流公认的专家 还有中国和韩国派来的专家 如果这个调查组没有通过 日本绝对不敢冒天下日打不韦 就把这个废水排到海里去了 对吧 他不敢 所以有国际权威的认证机构予以背书 他没问题 从这角度讲 没有向中国人民讲明问题的全貌 我认为这一点 是不负责任的 不负责任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 日本核费水这个问题 最应该担心的是谁 是日本自己的老百姓 然后我看到有些海洋 大气专家 气流专家还讲 就算排到了海里 因为太平洋是个环流 它是先 这个水是先到太平洋的东岸 就是美国的西海岸 所以最应该担心的 首先是日本人 然后是美国人 那这两国家的人为啥不担心呢 这两国家的 比如说美国的外交部 国务院 为啥没有出来谴责日本这么做呢 难道是因为政治原因吗 不太可能 这两个国家的媒体 这两个国家的 这个法律体系 都是相对的独立 这一点是常识 人家没有埋怨 就证明日本人民和美国人民 对这个事放心 当然也有人说 日本人不要抗议了吗 人家抗议的 不是这个核费水的安全性 抗议的是 这么干肯定会引起相关国家的反弹 影响我的水产品出口 他们抗议的是把核污染水排海 这个事情 污名化 成为一个焦点事件 影响他挣钱 他反的不是这个核费水排海本身 这个事情 咱们应该把它说清楚 那从这个角度讲 那你说这个事情 他中方是反应过度的 那还是真的是为了 坚持人民至上 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来保护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的 这个事 所以他应该两个方面辩证的看 另外 任何这种有争议的事情 我建议大家都要翻墙看一看 翻墙以后 还是首先应该看英文媒体 搞不定了再看中文媒体 事实已经反复的证明 英文世界文明发展成都的脚底板 仍然是中文世界的天花板 大家听着不要觉得别扭 怎么这么长他人威风 灭自己志气 他已经一次为次反复证明了 你看从疫情 从疫苗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全世界都已经放开了 一样的病毒 一样的疫情 中国那边说是要坚持人民至上 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把老百姓封家里 有用没用的那些疫苗 让你猛打 你看疫情过去以后 大家仔细想想 过去一年 任何简体中文媒体 还有人提中国生产的那些疫苗的事吗 还有人提方舱医院的有效性吗 还有人说风控的合理性吗 没人提了 什么疫苗不疫苗的 都是扯淡 根本就没有效果 甚至可能有害 只不过现在就不聊这个天了 所以中文明过的永远是 像星际穿越那个电影一样 永远是活在不同的时空里 这发生没多久 就没人再聊这个天了 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话 美国的日本的相关的权威媒体 也刊登了很多相关非常权威的引进据点的文章 那就是现在日本排到海里 这个核飞水这个川 这个最敏感的这个化学元素川的含量 并不高 可以说是极低极低 大家知道中国大亚湾核电站 每年往海里排多少吗 中国国家安全局 国家核安全局 给大亚湾核电站设定的排放上限 是225TBQ 这是衡量这个川含量的一个比例 225TBG是什么意思 比福岛现在排放的这个高八倍 中国自己大亚湾核电站 排到海里的这个川含量 是福岛的八倍 大家为啥不担心 你怎么把福岛这个事 当成一个天大的一个事情 那就跟你一整天 这个要往天上放核武器了 你都不担心 你担心日本在放2T角 放鞭炮是吧 你这事 你说鞭炮是不是对空气污染有影响 有啊 那你说是不是有可能 对下来炸到人 有可能啊 但是你对放核弹 你都不担心 你担心的啥鞭炮啊 是不是 这个事情就非常的有效 有有意思 大家知道吧 那么 这两天啊 有一位海外的反贼专家 当年也不是反贼啊 很厉害 59岁的李建王 这人啊 是吉林省长春市人 这两天在微博上发声了 他这个李建王先生 1983年是中科大毕业 然后是中国原子能研究所 工作了8年 然后又在荷兰的能源研究中心的 核能部工作了5年 现在定居是荷兰 他讲的一些话 对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参考意义 他说 首先他举了这个大亚湾的例子 那另外 世界上每年春排放最大的是法国的阿拉格 这个核肥料处理基地 每年像阴基利海峡排放的春当量 是11400TPG 是辅导排放量的400倍 那这个也没有引起世界各地的全面恐慌啊 另外 辅导的废水稀释到了每公升1500BQ 而日本饮用水的国家安全标准是6万BQ 什么意思呢 辅导废水 要稀释到日本饮用水的四十分之一 再向大海排放 你看 它的有害性 它的危险的程度是饮用水的四十分之一 才排到大海去的 所以你说 你至于把这个事情炒作成这个德行吗 但是李建王这篇文章发表以后 马上微博被封号了 不允许他讲了 为了这个事情 这个李建王还很感慨 他说过去很多年 他的微博微信号被封过N次 但这篇文章发表以后 很快获得了200万人阅读 1.2万人点赞 但不到三小时 就被人投诉违规 三文封号了 你看这一切证明这背后都是政治操弄 政治操弄 所以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真的是要奉劝 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 碰到这种事情 你要翻墙 你看看海外是怎么说怎么弄的 另外信息不明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以为世界各地的人都比我们傻 只有中国人聪明 只有中国人一贯坚持人民智商 一贯全力以赴维持维护食品安全和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 恰恰相反 他不是 那在2021年的时候 2020年的时候 美国有一份专业杂志叫美国移民与难民研究 这个专业团体 对来自来到美国的全世界各地的移民 做了一些身体采样的调查 结果是什么 大家知道了 中国移民体内的千含量比亚洲其他国家 比如越南韩国印度等国都高出44% 重金属超标 只有中国人如此 你看同样是来自亚洲的 人家越南韩国印度就没这样 中国人千超标44%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用铁锅炒菜 工艺极端原始 千含量就特别高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中国人现在用的这个水管的 好多都是千水管的 那含千量也特别高 那更何况 现在的这个自来水管 除了千含量车巴以外 还有很多的假冒伪劣材料 废旧塑料 大量的塑化剂 各种有毒的化工原料 导致了 中国人喝的水里面 千的含量是巨高无比的 那更不用说 木地板家具 尤其里的千含量 几乎不受控制 以前中国人 美国有一个卖玩具的 一个连锁商店 叫Torris and Earth 还有很多其他连锁商店 发现从中国进口的 尤其玩具 含量太高 人家只好大规模下架退货 因为在这边 如果导致了美国人体内 重金属中毒 那是有严肃的法律责任的 但是你看 玩具上重金属超标 这个事件 在中国成为了新闻吗 目前看没有看到 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习以为常了 那除了这个 签以外 中国移民到海外来 被查出 重金属含量最高的 是拱 就是所谓的水银 水银是剧毒 对吧 大家看看中国 以前的那些小说 文艺作品 宫廷剧 皇上对某个大臣不满了 就赐他 饮水银自尽 所以这个已经成了 一个惩罚的一个方法了 那中国移民体内的 这个拱含量啊 比亚洲移民高出530% 大家没听错 是亚洲移民的五倍 是纽约人的多少倍 大家知道吗 是纽约人的6.6倍 660% 这个拱啊 他的这个就更严重了 他这个吃多了以后 导致电弦 视力和听说能力低下 智商低下都啊 是很显然的 我甚至一度怀疑啊 中国人到海外来学英语 怎么说 都有严重的口音 我认为啊 有可能是拱造成的啊 有可能是重金属中毒 造成的这种原因 当然咱没有科学的数据 只是一种怀疑 但同样情况啊 美国人学普通话 加拿大人学普通话 学个一年半载 基本上就能说的比较流利 大家听听那个大山 听听美国这些中国通 我还有一次 我看到这个电视上放啊 在工体周围开了一个 德州BBQ那个店 那个老美会说北京的骗子 哎呀 说的那叫一个地道 大家想想 一个中国来的移民 有多少人经过一段时间 能讲出基本上 没有口音的美式英语 对比有多少美国人 到中国待几年 能够讲出相对流利的中文 你对比你就发现 人都是一样的 基因也差不多 那怎么美国人做到的 中国人就做不到 我认为啊 和中国人啊 长期重金属中毒 导致智力低下 语言表达能力受限 他有关系 他百分百是有关系的 当然这里面啊 我们北方人就 更明显 因为啥 北方人除了全国人民都拱中毒 他也拱中毒以外 北方人他喜欢喝酒啊 他酒精中毒啊 哎呀 我在北方出差 早餐就上白酒 别说中午和晚上了 一天喝三顿 喝的是天昏地暗 你说 常年这么喝下去 这个孩子的智商 孩子的这个 能力 先天的这个能力 能不受影响吗 百分百受影响 所以现在我看中国这次这个行动啊 基本上是个政治操弄 但是很遗憾的是 国家主导的政治操弄 开始的时候 老百姓都趋之若物啊 这几天开始抢炎 哎呦 国内的抢炎 说防日本的这个核辐射啊 抢点炎 哎呦 从你抢点炎这一点啊 让我想起什么 让我想起当年你们练香功的时候 练那个日本那个张相遇 那个香功的时候 头顶上顶一锅盖 那时候锅盖 每家的锅盖都不够用了啊 全家都练吗 每个人头上顶一锅盖 说这是金属 能够接收啊 练功的时候啊 边练功边念咒 然后头上顶个锅盖 就能接受来自外太空的神秘信息 哪一个练功啊 事半功倍 很牛 哎呦 大街小巷 广场上好多人顶锅盖 在那做半天 我看着真是害怕 这是什么民族啊 这是什么德行啊 但是 香功已经被打掉了 好多功都被打掉了 但中国人民的精神气质 底层的逻辑 文明底色 依然没有变 那就是傻上加傻 笨上加笨 每一次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都少不了中国人的影子 这一次日本河飞水这个事情 你没有抵制日本海产品 那更是损人不利己 为什么 你以为日本的海产品 安全性比你中国的海产品低吗 他不会的呀 他怎么可能啊 你以为日本人比你傻吗 那更不可能了 日本人过了什么日子 你过了啥日子 你心里就没个B数吗 那更何况你也不看看 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中国出口消费投资 三驾马车全部歇菜 内需不振 外需也不振 正是需要你全力以赴 增加和你周边的这些贸易伙伴的 贸易关系的时候 日本和你的贸易关系 是不是很密切 当然很密切 你这个时候搞这个 你不是 叫沙地一千自商八百吗 你和日本搞好关系还来不及呢 你还搞这个 那日本老百姓会认你这一套吗 不会 那日本老百姓的 语情 他们的所思所想 他们的脑袋 他们的行为 对日本政客的影响大吗 当然大了 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 我做一个节目里面 那个日本前首相 某首相名字我忘了 现在退休了 为了争取自己的证件 被老百姓 这个接受 在大街上发传单 这就是日本的正情 语情 官民互动的模范 就是这样 日本老百姓咋想 怎么看你中国 当然就会影响 日本政客 他所做的决定 他的倾向 而且不只是经济 会涉及到方方面面 为什么 大家看 为什么 上星期 在这个戴维营 美国总统拜登 把两个宿敌 韩国和日本 聚到了一起 要加强合作 而且在最敏感的军事领域 要搞联合军事演习 怎么 怎么让日本 怎么让美国干成了这个事情 还不是被中国逼的吗 倒逼吗 韩国老百姓傻吗 日本老百姓傻吗 不傻 人家有没有仇 有没有立神院 有 但是 看着自己邻国 这个大国 这个德行 他们不得不 在美国牵头 美国的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下 达成一个联盟 来预防潜在的这种风险 这种风险 不只是军事性的 他孩子 还是中国从上到下 从民间到官方 都体现出一个反制 一个不可理喻 没法聊天 随时可能爆发 随时可能 这个不知道怎么着 你就惹着他了 而且反映极其的过分 极其的没有逻辑 那这种情况下 你从外交上 军事上 经济上 你不都是自觉于世界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日本这个事 这个 河废水这个事 真的是反映出来 我们这个意义贯之的 这种弱智 和莫名其妙 在这一点上 他和杰出的恶果 会不断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体现出来 这两天 你看国内的 你想吃这儿挖井的日餐 鱼生 生鱼片 你可能就要受影响了 慢慢的 整个中国的鱼业 也要受影响 因为很多人表示要支持 政府决定要下架日本海产品吗 那一下架 你说损失的不是你自己吗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真的是看着一出大戏 一出滑稽戏 一个一个演员 还不都是喜剧演员 都义正词言 都显着都是些证据的 都跟李向阳似的 但演的那个戏都极其的荒唐 这个事情 我们也会随时关注 他最新的进展 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点评 在这里我们欢迎 观众朋友一定要给我们节目点赞 也欢迎您的下方留言 谈谈您对日本核废水排海事件 您的看法 谢谢 下期节目 再见 感谢观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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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众朋友